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上车的时候 这没人看守的 这个闸门 进去以后他发现 没买票 不买票 到了目的地下车 出去也是可以自由进出 原来不比买票 其实人家外国的是一个honor system 名誉是你自己的 尊严是你自己的 你不要被我查着 会有时候抽样一查票 检票 你没买票 没买票 那个查票员 那个也很和颜悦色 你只要说 我忘了 我赶时间上学 他不会报警 那你哪上车的 那留学生就说我是上一战 好好好 结果他省了三分之二车票 这种逃票现在在国外很多 而且这些 唯一丢了的 唯一损失的就是人格 是吗 他不是这么说 现在是经济决定一切嘛 他就跟其他同学 你知道外国人多笨啊 很笨啊 他讲的这个针对 我第一次去德国的时候 那时候还用马克 他去坐地铁吧 进去 他进去不管到哪里 两块钱 两个马克 结果呢 我跟我一起走 有个留学生嘛 那不用买票 我说不买票怎么办 他不是啊 他说呢 这个抓到呢 罚二十马克 但是那个抓到的机会呢 据统计呢 是百分之二 你算一下 你两个马克 二十马克是百分之十 抓到的几率是百分之二 那你逃票一百次 所以呢 他肯定是不买票了 就进去了 逃票五十次抓一次 结果呢 对 逃票五十次抓一次 他就很划算 他就很划算 他非常冷静 就我就听了他进去了 进去以后 整个旅程 整个坐的路上 我都在怀疑前面有人在查票 就是一上来 好像那个人是查的 好像那个人查的 我后来再也不赶了 我这一路呢 我觉得我的这个担惊受怕 恐惧的代价成本 远远超过这个两马克 所以一定要练就一个灵魂的能力 坚强的心 坚强的心 我算了 但是陶老师 那您听过这个逃飞机票的吗 没听过 这个在我们神奇的土地上也发生了 怎么逃呢 怎么逃了 这里边涉及到对安检的检讨了 就是这一家人呢 坐的那天是从北京好像飞上海 因为他们误点了五个五六个小时 就是这个最小的小孩没买票 但是问题在于这小孩怎么过得安检 就一直到上了飞机 空井啊 在数人数的时候 发现 哎 怎么多了一个蛋的小孩 就是非常小 据说现在说啊 最新的理由 他们家长以为说一米二以下的不买票 但是这个解释就是他的解释 你可以看看有关的公布啊 这大家觉得听得就是有人说 飞机票怎么逃 说群众怒了 说四个人买三张票 以为三赠一啊 让小孩先溜进去 不过也不容易 至少得突破 首都机场三道安检 就是孩子的内心很受伤的 然后这个 这个 今天头一次碰到逃飞机票的啊 现在就因为这个全体乘客下飞机重新安检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有关乘务人员发出来的 你看核对后发出多出一个儿童 这个儿童过了安检口 过了登机口 均未被发现 然后这个航班造成延误 你看 现在这个事弄得这个大滑 就是说你得检讨机场安检程序 真正大家觉得恐惧的是 如果有一个人可以溜 没票溜到飞机上 那要是个人肉炸弹怎么办 这个好像我觉得这个问题 比那个逃票的问题更大 这个呢 我觉得有点不合逻辑 那你现在逃票容易 不等于说那个恐怖袭击风险更大 只要你这个对于什么枪枝啊 火药啊 这些敏感物品啊 安检加强 即便你多溜两个人上去 我觉得这个不是有必然的因果的关系 那个小孩如果你在他身上产两个炸药包 我看你看看 能不能过三道门呢 不 我推测啊 当然是我猜 这个小孩啊 是是经过了那个门的 就是你知道你过安检的时候 先有个柜台把你的票 把你的什么那个证件给他嘛 肯定是那小朋友太矮了嘛 那个柜台后边的人看不见他嘛 家长这样的溜进去 他就直接进了那个X 那不是那不是X光门啊 就直接进了那个检测仪了嘛 然后那检测仪并不会再看票 就哦 看看没有 这个普及一下也好 我也搞不清楚这个小孩 坐飞机的票是什么一个情况 后来这次因为这个事情 我看了一些材料 就是说两个星期以上的小孩 到两岁 两周到两岁呢 百分之十的票价 你就算你抱在手里不占位置 你也要付百分之十的票价 所以那些小孩抱在那里 他们都要花钱的 那两周以下大概就不能坐飞机了 我估计 那刚刚小孩刚出生 他就没这个规定了 我否则不知道 在养气箱里 那个两周这个规定是什么意义 我就不明白 大概就不准坐了 两岁以上呢 就有位置了 半价 一直到一个标准 其实一样占一个座位 他一样占一个座位 但是你怎么溜上去呢 就是啊 逗老师说 是不是你现在这个首都安静 要改革一下这个桌子啊 这个要把它矮一些 对不对 我还真的觉得 就是说 咱们要是对比这个机场 我就对首都机场啊 有一个意见 不光首都机场 就是中国内地的机场 你知道 有些问题是全世界机场都会有的 比方说航班延误了 这个那个 这个服务部州 这个确实是不能单怪这个中国 但是呢 我多次的在这个 这个首都机场 我觉得 而且你 你这首善之都 你看出啊 细节上 你就看出 你仍然是个落后 是你的时代 落后在哪 你发现 工业化时代的一个特征啊 是衔接 你你测量一个地区啊 它到底的工业化程度 这个这个是不是高效啊 我认为你可以看它一个环节 和另一个环节的衔接 比如说有些事 我在外国的机场 从来没有碰到过 比方说啊 我这个飞机从深圳飞到首都机场 你见过 40分钟门没开吗 为什么门没开呢 因为那个 百度车没来 为什么没有来呢 它明明知道这个飞机降落了 你看 按说一个配合的系统是 飞机降落车就来了 整个下旋梯 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吗 这就是你这种地方经常能看出啊 它是假现代化 就是它实际上在管理上啊 存在这种特别大 就往往在这种衔接 我再给你讲一个 我也碰见过 从香港 飞北京 好 半夜12点飞到 你又没见过 好 这个这个 这个狼桥是通了 走到狼桥的尽头呢 那个大玻璃门呢 一个大铁锁锁 没人开门 你知道吗 好 我再给你讲一个情况 你可能也没碰到过 我有一次呢 在首都机场下了飞机之后啊 不是顺着走吗 好 不该开的门 很显然是开了 因为最后我发现 我走走走呢 走到登机的安检口了 我怎么转机了 人家以为你转机了 就不是 你不应该让我能够走到这里 你没有办法 往往在这种地方 就看出你实质的落后 但它实际上的责任都是一个 都是具体的 有些工作人员 在某些环节上失职了 造成错了 但是问题是 你一个一个单独的环节 是没有用的 弯件还是要有一个 系统的投诉机制 比方说我们能够有个 买一个什么保险 中间出这种差错 延迟多少时间了 中间什么飞机 到了那个地方 没车接了 如果他投诉 能够拿到减回一些 什么票价 或者这个 总之航空公司 要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 问责 这个事情才能改善 否则你在单独这样讲 是没有用 我碰到过一个情况 飞到上海 飞机停在 这个大机场的中间 下来 没有车接 半个多小时 我还拍呢 我放到微博上去的 结果车来了 警车 几辆警车 绳子 把我们这些人 因为下来 大家半个多小时 很烦躁嘛 我们去哪里 看都看得见 进去的楼在那地方 不让我们走 警车速度之快 全部把我们包围了 就是运送的车 不来 一点事情都没有的 然后被关的人 也高兴了 那就再排来排去 后来我就 旁边有个看上去 像负责的 我跟他说这个事情 他那时候 常常有 他没什么责任的 这没什么责任的 还有一条 我真的借这个机会 投诉一下 也希望航空公司改善 就是中国的这个飞机 国内的飞机 比较多的频率 停在这个叫远机位 就停在机场的中间 他们也许安排不过 但是有时候我看到 明明狼桥位很多空 他也停在远机位 那么很多送 但停远机位 我希望他们想 假如一定要停远机位 一定要考虑 这飞机从什么地方来 什么季节 我已经不止一次碰到 从香港飞北京 懂 这里二十多度 北京零下五度 十度 停在机场的中间 那有个巴士吗 有个汽车的吗 对 汽车半个小时才来啊 不来啊 然后这里的人下去 你知道飞机里 这个温度啊 你这个一出去 那你想 要不生病就难了 不离脑没 这下直接把侵流感带来了 对不对 至少远机位 你考虑一下 这种温差大的地方 尽量避免 对不对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有的网友就说 飞机都能逃票 逃的是战票 还是卧铺票 不是 逃票这个标题啊 比安检漏人 更吸引人 我跟你讲 你说这个不靠谱的 这也不算 就是之最之一了 是浙江台州的一个机场 我家乡台州 所以你就知道 你今天为什么这样了 台州机场曾经给停了 然后当地的民航局局长 机场的当班的工作人员 就地免职 就吵了 就是 因为发现 从这个台州机场 升空的一架飞机 在这个 即将降落的时候 突然座位上 站起一个中年男子 走到前边 就说经济舱和那个公务舱 隔着 不是拉着布帘吗 开始点火 点燃 烧 烧这个布链 据说一共前后烧了三次 干什么 点火 不知道他干什么 就是疯了还是怎么着 哗 这个人们就上去 然后这男子 20厘米长的一把刀 抽出来 轻伤了两个人 现场 总算最后被控制住 所以这就是说 火种和刀 怎么带上去 台州机场上的飞机 就是你说这事 这个飞机这件事情 想起以前说 老五老以及人之老 幼幼以及人之幼 这个老五老以及人之老 就是一个老太太 往这个飞机的那个 发动机里丢 扔硬币 扔硬币 对 它是起伏嘛 一路平安 我们香港同胞 有时候看到 就是说中美两国领袖 互访啊 什么一签 签了一个买大飞机的 波音啊 空巴啦 一签就上一三两百亿 我们感到很自豪 好了 这下子有新飞机坐了 结果没想到 这一大批 什么空巴啦 欧洲啊 从这个什么波音一来 飞机是新的 但是那种机场管理意识 还是留在清末 或者是赫德时代的 上海海关 那个时代 这个最重要是 这两个不配套 这就是人就是软件啊 人就是 硬件是真好 我平心说一句 硬件好 我做过一次海航啊 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飞机 全飞机 全新的 不是全新的 全飞机都是商务舱 哦 没有一个经济位 那敢到 我从来没做过 大飞机哦 全部都是商务舱 是啊 海航 你有见过吗 我每坐一次 国内的飞机 自豪一次 很自豪 热血 很强大 直到这个飞机可能降低了 或者是飞机还没起 没起飞 那三小时 航空管制 那又不是太强大 上去 很强大 下来 啊 着落 又好像 不怎么强大 不管 这个落差 我这个有点纳闷 不管 不管这怎么能强大呢 管制也是为了强大嘛 对 是不是 不过我就想起逃票啊 我就想起 另外我在地铁站啊 常看到 真的有家长 就是 他是指导小孩 转过去 就是那个 咔嚓一翻的 这个地铁 这个东西 我每次看到这个情景呢 我就在想 我就回想起来 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买面包 买面包 那个人家找错钱了 比方说你 你给他两毛钱 人家当五毛钱了 找了你三毛几分钱 那么我们就要去 哎呀 你这个多给我钱了啊 哎呦 我记得回去 我爸爸表扬我 摸着我的头啊 说这个怎么这么乖 就是什么 小冬啊 很诚实啊 我在在想 这个 我形成个印象啊 父母这是一个天子 你要教小孩 不要 不要 不要占小便宜 不要占小便宜 大便宜再说了 对不对 小便宜不能占 我觉得这个是比你一张票的价钱 要珍贵很多 可是我现在看到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在地铁口 就是大人 弄住小孩 大人 因为这个大人呢 可能四五十岁 从前呢 他记得一个口号 叫多快好省 这个省是最重要 他不是说占便宜 他说多快好省 落实到这个省子 那你也不能说他 犯什么错误 对不对 真没错 你看我就是五十岁 是吧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不习惯买票 就是到哪 就觉得 多快好省 先能钻进去再说 钻进去多快啊 确实是有这种习惯 像你刚才讲 这个惊心动魄 我真是体会过无数次 就是这个里边的招太多了 包括上公共汽车 也那个不买票 然后就那个检票员过来 怎么样 你知道我有一次就是 逃火车票 但是那一次呢 不怪我 因为 不是 不能说不怪我 因为呢 我在长沙 我在长沙呢 我去看我一个女朋友 结果呢 他要抛弃我失恋了 所以失魂落魄 然后呢 这也是逃票的理由 不是 实在是在什么呢 在我身边呢 就是一个身份证 身份证里边加着十块钱 然后我去看他 在这个长沙的公共汽车上 被小偷啊 遣走了 票 我买好的票 回从长沙回武汉的票 也在里头 哎呦 所以就身无分文 哎呀 对吧 遭遇失恋 流落街头 最后奋而逃票 一无所有 对 一无所有 然后呢 就是 我那女朋友 我还记得就是寒泪 一直送我到车站 本来挺感人的 那不是把你抛弃了吗 还还这么含泪送你 他这女的 就是瞎搞 就是 那就作 这玩意儿就是 演演戏吧 对 好 本来挺难过的 留下美好的回忆 但是你看 这个美好的感情 马上就碰到现实 一到门口 哎 没票 怎么走啊 好 你知道 我就 这个 这方面非常有经验 然后呢 一般来说 就是一个查票 我看见一个妇女 带着一个小孩 提这个很大的 那个大行李箱 我说 我帮你拿 结果我 邪雷锋 帮你拿 我整个把她的行李箱 扛在右肩 你是检票口 你是检票员 看不到 看上去就像我们是一家人 我是个家里的男劳力 扛着 他根本看不到我的脸 他检查了这俩 这个女的和小孩的票 我就混上火车 很有才 混上火车 连座位都没有 直接奔锅炉房 你知道 那个时候的火车呀 有一个那个锅炉房 热死了 进 不是冬天 进冬天 一进锅炉房 跨门一反左 卡在里边挺暖和 睡着了 醒了到武汉 这逃票 陶老师 您这个 这个在英国生活的 您可能没这习惯 是吗 这个英国逃票不行的 就是说 你可以像欧洲国家 逃票有很多漏洞 但是人家那个文化是 人必自武 而后人武之 人家那是不管 但是你自己 不要做坏事 一旦就是说 一旦你发现 是一个人格不诚实的人 这个是 你要逃票 好 你在火车上 我看见过 那留学生 三个人一起发 那整个车厢里头的人 都看见他们 都回头看看 你看那个 那个脸色 那个眼神 是有点的 有点的那种 看不起的样子 所以这个国家形象 民族行为 我要提的问题 恰恰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两个马克嘛 就通通丢了 人家外国人 就不能想象 一个作为你这么一个 一个国家的人 会为两个马克 三个英镑 会丢了你这个国家 形象和人格 但是偏偏有人 多快好省 就记得一个省字 但是呢 这个陶老师 这个我也要跟您 这个干嘛 争议一下 就是说呢 我现在觉得这个现象 它也有这种什么呢 有没有一种 外国的月亮 比中国圆 因为什么呢 好像呢 外国人干的什么事 就透着高级 你比如说逃票 有中国人逃票 在中国落后 对吧 素质低 但是我跟你说啊 我看呢 报有报道 逃票 比如德国 德国人多严肃 在德国年轻人当中 逃票 有一部分逃票啊 所以说德国人一玩就高级 一种叫做亚文化 甚至在网上 他们有这种 交流 比如大学生 有一些人 他以逃票为乐 而且分享 在哪个地铁站 没有检票员 等等等等 我就觉得 这一种观察 就有些时候 同样的现象 外国可能也有 但是咱们说起来呢 他们就好像是个club 是个组织 是个就透着高级 我们怎么就凭什么 我们逃票 就显着低级呢 不 我们这里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做过一次 从从香港 从广 深圳吧 搭一个 搭一个小车 到广州去 结果他在路上 我其实有次在节目里讲过 他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 过那个 过那个收路 路费的地方啊 他就逃过去了 逃过去之以后 我就说 我说你这样是不是很危险 他说我跟你算笔账 他这个路费啊 如果要交的话 我今天债你 我加上汽油 我一点钱都赚不到 我家里吃什么 然后他说 你知道修这个路的是什么资本家 什么人弄的 他们赚了多少钱了 说你明白 他讲的话是有道理的 你会觉得就是说 他义正词言啊 就是说你这个 我走这条路 我要再负责一百多块钱 我就是被剥削被压破了 我在美国后来碰到过美国的学生 说纳税的 就是交税的事情 说这个有些东西可填可不填 可不可以不填 那个美国同学说一定要填 我就说你平常不是一直在骂美国政府 造了那么多武器 浪费钱 全世界捣乱 你知道我们交的税钱 就是给美国政府去丢炸弹的 无益之财 他说这是两回事 他们拿去丢炸弹 那是他们的事 我不交税 那是我的错 所以他们是这样来分割 我从前也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 现在很多人 当他冲红灯 不拿罚单 就是怎么好违反规矩 获得好处的时候 理直气壮 心安理得 这个东西才是我们 我其实有关 我两面都 都理解 就是说后发国家 比如说前几十年 关于盗版的问题 有人就说 这是后发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 你们当然走先一步 我们这些电影我们要看 当然我们就得盗版 我是坚决反对 有事还满 枪枪塞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徐老师 你说违反规则 违反制度 违反规矩 他什么中西方都有特例 问题是你要有个好理由 你就能够被万事称颂 你比方说 您刚才讲这个道理 拳王阿里 你看 这要照咱说 当年美国打越战的时候 你不为祖国 祖国战争 你不当兵 阿里就公开场合 他当时在美国 美国其实是非常爱国主义的 受到极大的压力 甚至人身威胁 但是这哥们阿里就敢说 说我跟万里之外的越共 没什么过不去的 我为什么这个国家 要跟打那边的越共 我都不认识的人 个人主义 他这种个人主义 自由的反抗的行为 但他把这种违法 跟那某种的狭义精神挂钩了 这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说在德国 在西方有的这种小孩 故意在网上交流 他后面 他一定有一个社会学 政治学的理论来支持 有个好的理由 这个理由 不要不要紧 你给我找出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不能是流氓的理由 不能是完全自私自利 一定是有某种公义的理由 所以谁来违法 这个是很关键 比方讲两百多年前 英国这个浪漫诗人拜伦 他在剑桥念书的时候 他衣服脱得光光 跳进这个喷泉里头 这个校园里头 违反校规 结果受到处罚 为什么拜伦能做 陈冠希就不能做 陈冠希就不能做呢 没理论 没理论 而且你不能管是有个理论 你得有一个行为 你得有个贡献 得有个哲学 他这种拜伦脱光衣服 跳喷泉 是一种哲学的行为 浪漫的行为 艺术的行为 那没办法 人是不平等的 动物界里头 凤凰是凤凰 麻雀是麻雀 三纪是三纪 对不对 你就比如说 像那个最著名的 法国那个蜘蛛人 是啊 全国全世界到处违反 那违反的 找个大厦就爬 但是呢 警察就在最上面等着他 等了 来了之后肯定关他 对 但是警察冲得竖大拇指 中国现在这种逃票呢 有很多就贪小便宜 这种逃票 要有个主题 其实要个人文的主题 你这种逃票呢 多快好省 就为了省两个钱 没有主题 主题就是 我逃出来以后做慈善 我主题要不要打这个旗好 不用 但是在这种成熟的社会 像蜘蛛小 为什么警察这样 他感觉到那个主题了 下次我逃飞机票 我说我为了抗议 你们航班延误 我以身之法逃票 为了抗议石油价格 操控在垮国石油公司手里 投票